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以其独特的哲学为后人所称道 通常人们认为它一生提出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 这两种哲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直接导致当代分析哲学的产生 分析哲学在20世纪的英美哲学界始终占有主流地位 并且扩展到英美之外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 也影响到了远在东方的中国 这些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维德根斯坦的前级哲学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 后期以哲学研究为代表 这两部著作都已经成为了西方哲学的经典 《逻辑哲学论》的全书只有两万多字 但真正能读懂这本书 却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从今年开始 我尽量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通过文本分析 向你展示这本经典所包含的深刻思想 和维德根斯坦独特的论证方式 在介绍这本书之前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维德根斯坦的生平 作为当代西方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维德根斯坦的生平世纪其实早已是人们口口相传的传奇了 国外出版了许多他的传记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作家蒙克的天才之责任 我也写过一本他的思想评传 1998年出版 所以对他比较了解 今天我就跟你说说他的一些传奇 第一个传奇是他的家庭 维德根斯坦的祖上是犹太人 在1808年前后改掉了原来的姓 到他祖父的时候已经受洗信了基督教 1889年 维德根斯坦出生在奥利利一个富克敌国的钢铁大王之家 是家里八个孩子当中最小的那一个 他和兄弟姐妹们从小在家里 接受私塾式的启蒙教育 家庭教师和管家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完全按照正规的社会规范指导他们 并且在外教的指导下学习法文和英文 还有呢舞蹈训练 游戏伙伴也是来自上层社会 这种家庭背景 18个孩子从小就疏远平民阶层 接受的完全是贵族的教育 生活整洁规范 为人呢 并并有理 有道德责任感和对诚实的信念 第二个传奇是少年维德根斯坦 跟舒本华的思想相遇 维德根斯坦很早就特别喜欢阅读 而他读到的第一本哲学书 就是舒本华的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他惊讶地发现在这本书里 他读到了一些 自己曾经思考过的问题 他把舒本华的思想 看作清晰透彻的河流 对人生的透彻观察 和对精神不朽的追求 可以一望见底 同时舒本华思想中 表现出的强烈孤独感 以及从精神和意志中 创造世界的勇气 对维德根斯坦的影响相当的深刻 后来都明显地表现在 他的哲学思考当中 再一个传奇 就是他跟希特勒的同校经历 1903年 维德根斯坦被家人送往林次 读六年制的中学 希特勒也曾于1900到04年间 在该校就读 并跟维德根斯坦同校了一年 希特勒曾在我的分头当中 提到过这所学校 极为赞赏学校历史教师 强烈的民主主义情绪 维德根斯坦也说过 学校里的犹太人只是少数 而且每个犹太人 似乎都不敢承认自己的血缘 从维德根斯坦和希特勒 这段共同经历当中 可以看出来 这两个在历史上给人类带来不同影响的人物 从小就反映出了不同的品格 也就是希特勒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 和维德根斯坦对自己犹太血统的讳莫如深 还有一个传奇 是维德根斯坦从工程学专业 转向哲学专业的求学历程 1906年夏天 他中学毕业 原本是想要跟随奥地利物理学家 波尔斯曼学习物理 但波尔斯曼那年自杀了 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 其实维德根斯坦对波尔斯曼的物理学本身 并不太懂 吸引他的 大概是这位物理学家的科学哲学思想 其论证方法和基本思路 曾深深打动过维德根斯坦 使他确信 不同的理论观点 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世界 或者说 整个世界恰好是由不同理论 共同解释的 而每一个理论 都只能是对世界的部分解释 这些思想 在他后来的逻辑哲学论当中 得到了充分体现 追随物理学家不称 维德根斯坦选择机械工程专业 作为学习方向 进入柏林附近的 下落腾堡工业大学 后来又转学到了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1911年 他去了剑桥 拜罗素为师 正式进入了哲学研究 从曼彻斯特到剑桥 是维德根斯坦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这不仅是因为 他的研究兴趣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工程学转向哲学 而且也是他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 从一个滋滋不倦的求学者 便为有完全独立思想的创造者 从人生道路的准备阶段 走向了打破沉寂的冲刺阶段 好 下面呢 我来介绍一下 《逻辑时政论》的这本书诞生的过程 从拜师罗素的第二年起 维德根斯坦就开始思考 逻辑问题和数学基础问题 他从德国哲学家弗雷格那里 得到了启发 发现逻辑的根本问题 不是定理或原则的有效性问题 而是他们的基础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表达都依赖于使用的逻辑形式 而这些逻辑形式本身就规定了我们的语言 从这样的想法出发 他开始寻找这样的逻辑形式 并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他的思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他就试图从一些具体的生活实力当中 寻找最为简洁的语言 在一战期间 他报名参军 但从未停止过哲学思考 有一天在战壕里 他看到一本杂志上 有一幅描述一丝汽车事故的前后次序的图画 维德根斯坦由此发现了命题的作用 在他看来 这幅图画在这里就起了一个命题的作用 也就是说 它是对事物可能状态的描述 而命题之所以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正是由于这幅图画的各个部分 跟实在的事物之间有一种对应的关系 这是维德根斯坦想到 可以把这个类比倒过来 一个命题相当于一幅图画 它的各个组成部分 跟世界之间有类似的对应关系 同样 命题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 也就是命题的结构 反映了世界各个部分的组合方式 也就是事物存在的可能状态 这样 维德根斯坦认为 就可以解决有意义命题的本质问题 他把这个想法不断系统完善 战争结束前 他作为奥匈帝国的战俘 被拘押在意大利卡绪诺战俘营 在那里 他整理完成了一部手稿 题目为 关于逻辑和哲学的思考 并通过凯恩斯的帮助 就是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把这部书稿分别寄给了 启发他的弗雷格 和他自己的老师罗素 弗雷格的反应似乎很冷淡 但罗素看过之后 给予很高的评价 因为这部手稿 把他们战前讨论过的 关于命题意义的问题 大大向前推荐了一部 六年多后 1919年的12月 维德根斯坦跟罗素在海牙重逢 他们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一起讨论了 这本在战火当中诞生的著作 由此揭开了 维德根斯坦人生的新篇章 1920年 这部手稿 在《自然哲学年鉴》杂志 用德文连载发表 后来呢 德英对照版 与1921年 由英国著名的凯根·保罗出版社 正式出版 书名采用了拉丁文名称 《逻辑哲学论》 学界通常认为 这本书的正式出版时间 应该是1921年 因为这个版本 是经维德根斯坦本人 仔细教对过的 《逻辑哲学论》出版之后 在当时的英国哲学界 卢素在序院当中说 该书的出版 可以看作是哲学界的一件大事 任何一个认真的哲学家 都不会忽略这本书的价值 但维德根斯坦对此 却并不知晓 因为他当时 正在奥地利乡村 当小学教师呢 这本书的七大核心命题 以及他们跟西方哲学发展的关系 在上一讲中 我已经给你介绍了 《逻辑哲学论》 这部经典的诞生过程 今天呢 我要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逻辑哲学论》 总共只有两万多字 《汉译本》还不到八十页 但其中既有对现实 思维 语言 知识 科学和数学等问题的 清晰明确的逻辑分析 又包含了关于世界 自我 伦理 宗教 人生 和哲学深奥神秘的警句真言 因而呢 被公认为是西方哲学史上 最精炼 也最难懂的经典著作之一 特别是书的结构和行文方式 非常的有特点 它不是连续性的文字 是一个接一个简短的段落 有些类似于格言 并且由实境为数字编排起来 比如 1 1-1 1-1 1-1 等等 每句话前都有一个编号 后一个编号的话 都是对前一个编号那句话的解释和说明 编号之间反映出那句话 或那段话内容 跟前面内容的关系 同时呢 数字境位的顺序方式 并不是整齐画1的 比如 1的后面 是1-1 而2的后面 不是2-1 而是呢 2-01 3的后面 是3-0.001 接着是3-0.01 你要从这些特异的编排上 理解那些命题 在逻辑上 不同程度的重要性 它表明了 维利根斯坦 对它们的不同强调 整部书的编号 从1开始到7结束 以整数标示的是 全书最基本的 7个中心命题 处理的是 一连串彼此相关的重要问题 它们是 1 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 2 那所发生的一切 即事实 就是诸事态的存在 3 事实的逻辑图像 是思想 4 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 5 命题是基本命题的 真值含像 6 命题含像的一般形式 是命题的一般形式 7 对凡事不可说的 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我们可以把这7个命题 归结为7个关键词 就是世界 事实 思想 逻辑 命题 真值含像 最后一个是 不可说 我们今天 先不详细展开每个命题 今天要谈的是 这7个命题 跟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关系 好让你看清楚 围着根斯坦的位置 当代 人们通常把2000多年的 西方哲学史 分为三个阶段 一 是古代哲学 包括古希腊 和中世纪哲学 这个阶段的哲学核心 是本体论 也就是 关于外部世界 存在的学说 第二是近代哲学 包括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 早期近代哲学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验论 跟唯利论哲学 和德国古典哲学 这个阶段的哲学核心 是认识论 也就是 关于人的知识来源 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学说 第三个呢 是现代哲学 包括19世纪末以来 到当代的西方哲学 这个阶段的哲学核心 是语言 或者叫做语言哲学 是从认识的表达出发 讨论人类认知活动过程 和结果的学说 而逻辑哲学论的七个命题 可以被看作 是对这三个历史阶段的 高度浓缩 书中的命题一 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 和命题二 那所发生的一切 即事实 就是诸事态的存在 正是关于世界的构成方式 和事实的存在方式 完全可以对应 古代哲学的本体论阶段 而命题三 事实的逻辑图像 是思想和命题四 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 表明 维特根斯坦考虑了 思想和命题之间的关系 对人类认识活动过程的思考 也就是 我们以什么方式 去理解世界 这跟加入了 人的因素的 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 非常的相近 思想是事实的逻辑图像 就是告诉我们 思想的构成方式 思想的主要内容 是关乎事实的世界 不仅如此 思想还是有意义的命题 于是 思想和命题之间 就建立了联系 他们的联系就是 思想是用命题来表达的 而命题的意义呢 就是他表达的思想本身 接下来 我们看命题五和命题六 他们分别是 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知寒相 和命题寒相的一般形式 就是命题的一般形式 这两个命题字面上稍难理解 但维特根斯坦的意思不过是说 我们所使用的所有命题 都来自一些最基本的命题 而这些最基本的命题 是根据一些命题形式构造出来的 这样一来 思想跟命题的关系 就归结为命题本身的问题 也就是说 命题的一般形式 决定了命题的意义 也就决定了思想 用更通俗的话说 命题的形式 决定了命题的内容 你要知道 命题五和命题六 正是当代语言哲学的成因之一 要理解这个 我们还要回到命题三 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 首先图像是一种形式 当我们还没有谈论图像的内容时 先注意到的一定是图像本身 而逻辑图像说的是 图像以逻辑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图像就是这种逻辑形式本身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事实的逻辑图像 就意味着把事实作为这种图像的内容 把逻辑公式看作关于事实的公式 这时候的逻辑图像就叫做思想 而命题四 思想就是有意义的命题 是把有内容的逻辑图像 看作有意义的命题 当把图像跟命题等同起来 也就把事实跟意义等同起来了 维德根斯坦正是用这种方式 把命题解释为一种图像 把命题的意义解释为图像所反映的事实 这样进一步的问题 就是如何理解命题了 所以命题五跟命题六 都是关于命题本身 从思想的内容 或命题的逻辑图像 所反映的事实转向了命题本身的构成方式 这种从思想内容 向思想形式的转变 在当代哲学中被称作语言的转向 这种转向不是从哲学研究 转向语言研究或语言学研究 而是哲学本身的研究对象 从思想内容转向了思想的表达 也就是转向了语言 最后还有一个命题 只有一句话 然后全数就结束了 就是命题七 对凡是不可说的 我们就必须保持沉默 这是一句常被广泛引用的哲学名言 但许多人其实并不真的明白这个命题 维德根斯坦并不是要我们 对不可说的神秘之事保持沉默 而是告诉我们 在可说跟不可说的东西之间 存在着一个界限 我们只能说那些可以说的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 不要试图去说 因为这会带来思想上的混乱 同时呢 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 不意味着我们无法理解不可说的东西 维德根斯坦还告诉我们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 可以通过显示的方式去理解它们 这里所说的显示 是用描述的方式 揭示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内容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就能理解显示的意思了 每当你想要表达一个奇特的感觉时 常会说 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会借助于比喻 比如说 就像过山车一样 或者就像过电了一般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 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容 可见 当我们说 无法用言语表达 或者不可说的时候 不是不能使用语言 相反呢 维德根斯坦是要说明 我们无法用符合逻辑语法要求的语言 清楚地表达出来 这种语言表达方式 正是他提出的 可说跟不可说的界限 也就是说 凡是可说的东西 都是可以用符合逻辑语法要求的语言 说清楚的 除此之外 就是不可说的了 这样 维德根斯坦就把一切 无法用逻辑语言表达的 传统行人上学命题 都归结到不可说的范围 维德根斯坦说 用于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方式 一定不属于理论说明的范围 而是需要通过实践活动 显示其存在的意义 这正符合了当代西方哲学中 出现的实践转向趋势 这种趋势是指 哲学家们把研究对象 聚焦在实践领域 通过对其中具体问题的研究 说明哲学的意义和价值 这种转向发生在20世纪中叶 以德国法兰克夫学派的 社会批判理论 和美国哲学家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代表 都是指向当今社会变革 文化冲突 公平正义等普遍的社会问题 文化冲突